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8号星期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今天呢 隆重要欢迎就是 哇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忙了啦 哇 他到底一年要演几部舞台剧 他到底要不要闲下来 就是我们的 丛哥 要来宣传果陀剧场经典冒险喜剧 叫做冒牌天使 欢迎丛哥 一佩 早安 各位情供朋友大家早 我是丛丛 唐丛盛 来 丛哥啊 你好 你今年要演几部戏啊 今年哦 这应该已经这是第五部吧 太夸张了 你现在已经玩完全 totally剧场咖就对了 也没有 就爱演 爱演 然后去年因为疫情 三年嘛 对 然后整个解封 去年也是五部 今年五部 明年目前是 五十部啊 四部吧 明年现在是四部 五十部会笑百部 对啊 好夸张 为什么你念那么 那么爱剧场啊 因为剧场 我觉得啦 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当然跟观众 有很直接的对应 没错 对啊 然后观众不是被 不是像电视选台选的 不是 它是买票 而且早就买好 没错 然后就进来看 然后又不能吃爆米花 又不能什么 它对你有期待的 那我们也是准备了两三个月 磨腔啊 磨得很稳 那功夫练得很好 就等着要木齐 那个灯亮 音乐走的时候 我要给你看什么 当这种彼此的一个承诺的一个关系 你也信任我才会买票嘛 所以我也相信我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在谢幕的那一刻是彼此都会有感动跟满足 因为基本上我不太演到地雷的戏啊 就是基本上大家看到 要么好笑 要么感动 会挑戏耶 我会挑剧本 而且我 我自己在演戏的过程 其实我演了大概三十出了 对 然后我从来 几乎没有一出戏是没有改过剧本 很少 就是台词或多或少 或剧情我都会参与修正 不合理的部分 不好笑的部分 或是不够感动 我会觉得 怎么弄会好玩 对 所以基本上有我的戏就是 而且风格都不太一样 就有一定的程度之上 我觉得基本上有你的戏 我看过这么多出 都是忙到翻的一个戏 大部分 就是你不会让自己就是爽爽转 你知道吗 就明明导演没有给你台词这么多 或者是没有要你去打或干嘛之类 我看你好多出戏 我心想说 崇哥会不会就是 直接在舞台上阵亡 还是之类 我演的戏就 我每次看你的戏 我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心想说 崇哥 完全看不出 你是 是 是 这样子的前辈 你还必须要在舞台上这样子 这不是都是让小朋友去弄的事情吗 所以有人说剧场成龙 就是我很愿意拼 那是这样 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归纳一下 我觉得剧场 我要给观众三点 第一个是笑点 笑点 有梗 开心 第二个是哭点 就看了会感动 然后有一种可能回忆 回忆杀也好 或者是他的亲情 爱情什么 各种 第三个是爆点 就是你意想不到的 对啊 那我觉得 大家看到我们在节目上 荧光幕上是搞笑 或是什么 综艺节目是哈拉 聊天打屁而已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再给多一点 对啊 所以我们不管肢体上 或是画面动作的设计上 或什么的 以前就有一楼飞到二楼的 我直接就蹦蹦 从街上 然后要去房间 二楼的房间 我就从外桨 就翻进去 也是果头剧场的戏 那这是冒牌天使的话 有一场景 就是我在跟牧师告解 对 对 然后就讲我为什么 因为我跟陈诚哥是 两个是亲兄弟 对 难以想象吧 对啊 你们绝对是同父异母吧 异父异母 异父异母吧 对啊 怎么一个长这么高 这么壮 然后一个怎么这么瘦小 他抢食嘛 蒸食物 对 都给他吃了 我恐容让理 对 对 结果他是诈骗犯 我因为诈欺而入狱 对 那我是因为那个 那个暴力 我就是有伤害罪 对 对 然后我在告解的时候 我在讲我当初怎么 被关进去的时候 我也是一边讲一边演 然后就一边讲一边演 然后自己动作就来 又啪啪啪 导演又要我翻 又干嘛 在地上 这样子 地蹦啊 对 等等 你都几岁还地蹦 还可以啦 对啊 那个 快二十五岁了 还可以啊 筋骨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 对 我每次看你这样翻 这样子滚 你几乎没有一场戏 没有一个舞台剧 你是没有动作戏的 有 果头的上一出 淡水小镇 哦 我是 这出戏我是轻松转的 但是我有穿一个胖袄 让肚子大一点 胖袄还好 粘胡子 对 这个算是我已经接触到的戏 是最轻松的 对 而且也算戏分比较少的 因为主角是李千娜 跟那个 是 那个 蔡明佑 对 对那我们普学亮亮哥 黄佳谦 还有我 我们都是在捧他们 嗯 就演他们的上一代 嗯 这样子 就也蛮好玩 但是 就很难得演到 这么轻松的戏 就很享受 但是冒牌天使 就不行了 我跟陈哥是 还有千佩 杨千佩 就我们三个 嗯 对 然后就 这出戏只有三个角色吗 三个主要演员 主要主要演员 对 因为故事就围绕在 我们三个身上 对 就三个很低阶的 很辛苦的 我们觉得 很低贱 没救了 那种社会低层人士 我跟陈哥是两个 那个逃犯 对 越狱啊 越出来 其实后来发现 我们不是真的要越狱 我们只是 啊 对于赵赫啊 狱里中 监狱里面有一个老大 嗯 开了枪 抢了警察 抢了枪 就被他拉着就走了 就出来之后又 又在深山里头 遇到杨千佩 杨千佩已经天黑了 然后就认错说 你们是谁 怎么穿这么邋遢 你们是神父是不是 我们 呃 对 我们是神父 刚好神父要到这个 镇上的一个 那个教堂 然后他误会了 对 远道而来请来的嘛 要来讲道的 就 那两个神父 因为那个列车出了问题 他们还没到 我们先来了 对 对 对 把衣服换上 我们就把他洗 他是洗衣服 但其实他另外一个身份是 为了要养他 一个五岁大 又听不到 又不能讲话的 英雅女儿 所以他在镇上 有接客人 就镇上大概每个男的 都跟他手 对 那你想想看 两个逃犯 跟一个这种生活的女人 在我们一般人认知是 无救了 结果想不到在这个 两个冒牌的神父 被大家认为是神父的状态下 彼此得到救赎 彼此重获新生 那你想象两个锤子 我跟陈辰哥两个 然后就 我们是神父 那 先混进去 先吃一顿吃一顿 饿了 赶快弄一顿晚餐 就吃一吃 大家都欢迎我们 热烈欢迎嘛 哇 那我们请那个 远道而来的 那个布朗神父 跟我们讲个道吧 讲道 哇 靠 那你们俩谁要讲啊 我们连字都不懂 那圣经还拿反 你知道吗 就互相拱啊 你去 你去 我这 有两个 很好玩 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就那个场景 然后刚开始讲 当然大家吓到 哇塞 这在讲什么屁啊 就后来我们自己转 转一个就说 哎 有道理 全场热烈鼓掌 然后从此就 哇 两个都是大神父 见到我们两个都是很客气 对 还莫名其妙 跟我们两个告解 对 因为真正的那个大头神父不在 然后那个连警长啊 连谁都来告解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很多人的秘密 对 重点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好玩就在这里 笑死了 然后反正就 我们后来 不是那我好奇的是说 那原本真的要来的那个神父呢 我们只发生一天 那因为列车出了问题 他们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也不知道 不管 对 对 那我们故事在这24小时之间发生 第二天有一个大游行 那游行只要从这个村子 带着圣母像啊 什么整个村民 大家镇上的人 一起过了这个桥 到了队 我们就自由了 但是在桥中间会有警方 严格的镇守 说要抓逃犯 总共三个嘛 我们跟狱中的老大 对 那个老大又遇到我们了 又抓到我们 又拿着枪指着我们 说你们要跟着我走 然后要带着我 要变装 要什么什么 然后就大家要一起过那个桥 反正就发生很多事情 最后我们各自得到了 各自想要的不同的生活 对 那这个戏是除了好笑之外 还有荒谬 但是它都很合理哦 对 然后到最后有还蛮感伤的 感伤 对 就是我说的 所以就是像你说吧 舞台剧三个点吗 对 笑点 笑点 有了 哭点 哭点也有在后面 爆点 爆点 那最后有一个我的 我的炸开的一个大反转 然后我有一个 大概有四分钟的演讲 对 就一个人在 在舞台上 然后讲到大家 哇 就觉得很感动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爆点是 呃 陈辰哥也有一个 人生的大转变 对 然后在桥上 我们在那个过桥的过程 有发生一些动作戏 对 我就这样讲就好 我跟你说 你可以动作戏 陈哥我不相信 他有 他那个肚子是动得起来吗 好我们先过桥之后来问一下 陈哥是动得起来吗 你是绝对没问题 你都get到重点 对啊 他怎么可能动得起来 他才不 他老大才不要吧 然后过桥之后来聊这个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怕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8号礼拜六 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沛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从哥 唐从盛 然后要来宣传 这一部是 果陀剧场经典冒险喜剧 叫做冒牌天使 We are no angel We are no angel 是一个电影 对对对对 以前 勞伯迪尼洛跟CM潘 还有Demi Moore 都是影帝跟影后 我好喜欢 勞伯迪尼洛 帅 帅 那你们里面是谁 扮演勞伯迪尼洛的 那个角色出席 陈辰哥 我不买单 哈哈哈哈 直接说 那我不买单 陈伯迪尼洛 陈伯迪尼洛 我是 你是CM潘 对对对 CM宠 CM宠 对 没有其实不是 就是他是 导演灵感 来自于这个电影 就是角色的背景 都差不多 两个逃犯 一个在村子里面的 一个这样子 然后其实故事 整个内容 我们差不多都大改变 然后也改变得 比较亲土亲地 这样亲人情 台湾人看得懂 对 然后故事上的 这个状态 不会让大家觉得 好像台湾人 在看这个欧洲 一个小镇上的 一个故事 对 那我们两个的名字 也不是叫什么 什么 你们绝对不是啊 我们就叫大宝跟二宝 对 就简单一点 也太Local了吧 对对对 但是当我们 就是很Local 然后Local到 怂到报之后 然后一进到 那个教堂里面 开始有了英文名字了 对 哎呀 那个莱利神父 跟布朗神父 对对对 我是莱利神父 对 就转换神父 对 然后那个 不用再介绍自己的时候 那个就已经笑 心虚到爆发 心虚 对 那个我们两个要演 心虚当中的一种自信 让你们看到自信 对 但我们自己是心虚的 就是 他那个过程 很好笑 然后 我们两个互相拱对方 陷害对方 上台步道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 呃这出戏九年前演过 对 我们两个已经演了 二十场左右了 对 还是憋不住 就是我们曾经有过 我跟他在台上 两个人要步道 轮流讲 讲道的时候 两个人互相弄 讲 我讲不下去要弄你 让你接嘛 对 陷害你 结果后来 我们两个互相笑场 笑到不能讲台词 然后有听到前面的观众说 笑了 笑了 我很好奇 因为从跟我们都是 我们都从闷锅 闷锅每天都在搞笑 对 然后搞笑当中 你自己不能笑 虽然这是心理学 很想笑 这是要逗观众笑 可是你是一个 会笑场的人吗 我在闷锅是笑场王 你忘了吗 但是诚哥的脸 可是你的笑场 都分不出来 你到底是真笑 还是一种角色里面的笑 你懂吗 那我们知道白云哥 都是望词王 望词笑 然后郭哥就是 专门要把别人弄笑场的吗 对 他自己都不会笑 他都用那种似笑非笑 然后我都觉得很想笑 他笑到可以这样 但是他还是可以讲台词 对 但我是笑场 我是会崩溃时的 我整个溃题 然后就没办法讲台词那种 但当下我跟诚哥 有那么两场左右是 我们笑到不能自己 因为那个场面 那个状态太荒谬了 就是我们两个怎么会站在这 然后我们讲这什么鬼东西 然后台下都是主教 那种还有那种资深的神父 那种 然后他们会觉得我们 哇 就是因为他们把你当 他们把你们当成是对元道而来 然后好像很神圣的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谁谁谁 然后即使是台下一直 可能心里心里想说 是在供什么小朋友 但是还是哇 好棒 对 那 荒不荒谬 对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去想一下说 我们要让这个剧情合理 然后又不能够让大家觉得 我们是演闹剧 那又不对 不行 闹剧不行 就是舞台剧它要有逻辑 所以我们在台词的编写上 还有整个的情节的铺陈 我们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然后但是又让观众觉得 诶 剧情荒谬 没错 但是合乎情节 合乎人情 对 然后我们让那整个一过程 就那第一晚的晚餐过了之后 我们当天连夜 就到隔天发生的事情 到整个剧结束 那整个过程是一路通畅 重点就这一餐 这一餐饭过关 吃过了 基本上就不太有问题 然后甚至 甚至 甚至警长来了 他来告诫 又发生了很多 就是我所谓的爆点 那个爆点同时也是笑点 就是警长在这个 在这个剧里面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做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要来告诫 我跟你讲 警长这种高官 一定会有很多 狗屁刀刀 很多after table的事情 对 告诫 一五一十的告诫 可是你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想笑 我们笑啊 没有 我们是觉得 哇靠 怎么会有 真的假的 有这种事情 然后同时间你要知道 就告诫师是两边 对对对 然后观众看到的告诫师就两边 这边是警长在告诫 这边是大宝跟二宝 然后我们穿着神父的衣服 大宝跟二宝互相在帮对方 拆那个手铐 一边 一边要拆手铐 一边靠 哦对对 你说 你还有什么事要告诫 这里 快开 你做这种事情 就是 两面一眼 我懂 我懂 对就很好笑 那我问你 在舞台上是你比较会 你本来就笑场吗 诚哥嘞 他偶尔会 我们在之前演会演是英雄 也会笑场 会演是英雄 我都觉得你们是 偶尔是带观众笑 我跟你讲 他那个莫名其妙的 那个这种怪枪怪掉 那个什么 类似什么 哪里来的那个什么警长 还是什么之类 从远方走过来 每次用一个很奇怪的腔调 我在台下笑到不行 对 因为这听起来太智障 很好玩啊 对 很好玩啊 那你跟他谁比较会笑场 我啊 还是你 对 我比较会笑场 但是我是通常不笑就不笑 我基本上没事 然后但是 我觉得这事情很好笑 我如果笑场 对方如果都有hold住我是OK的 我可以自己再想办法救 再救回来 对 但是像诚哥 他的表情 他的脸 然后 他很 对 然后我跟他又很熟 他表情很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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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差不多七成在角色 三成在重重分人 这就是好看的点 有时候啦 就比如说观众认识 因为观众认识你们 对 然后观众对你们的就是平常的形象 也颇为熟悉 是 然后观众又知道你们的感情很好 所以有时候的这种弄 观众就会有带着 有一点是戏 然后有一点在戏外 对 舞台剧就是我们 基本上的笑还是算安全合理 就在那个状态中 只是那一场 我们是都笑得太放了 然后就让前排的观众 有让我们听到说 笑了 笑了 对啊 但观众是享受的啦 基本上不太影响 我们后来马上又拉回来 嗯 了解 那千佩在里面扮演的 你刚刚说他是一个洗衣 哎 呃洗衣服 他专门在镇上帮大家把那个衣服拿起来 去洗洗的再送给大家 对 但当天是圣诞夜 对 然后就反正也有人来求欢嘛 嗯 对 然后也有神父什么 神父就怎么样 啊什么 他就很拽 然后他就是一个看破红尘 就是我不管老娘只要把女儿养大 只要她能够平安幸福的长大 我不求爱情啦 对 我看透了 因为我干这一行 整个村子你是谁是谁 我都知道了 对 对 不要跟我装圣人 嗯 对 结果后来想不到 哎这样的人他也 最后也有改变哦 然后诈骗犯也改变了 然后我这个会伤害人家的 我脾气暴躁的这种人 就动不动讲 不录了 我不录了 对 然后我也 不录了不是你啊 对 我是说我不录 我心情不录 心情很不录 对对对 没别的意思 我觉得你绝对 不会在台上讲这个 不会不会不会 对 结果就 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对 那个蛮妙的 我曾经有一个 南部地区的朋友 他当时在 大概三十来岁 然后他 我们上次演出的时候 他感情失失利 然后他的感情失和 然后 女朋友分手 然后又什么 那个事业又整个跌到谷底 很糟的一个状态 他来看戏 哇塞 他去高雄看 嗯 他从嘉义跑来高雄 他说我没有白跑 我看到以后 我整个人 尤其是记得 我刚刚讲 我差不多四分钟的 一个步道 然后那四分钟 在讲我的人生道理的时候 哇塞 我那个角色讲的时候 他在台下很感动 他还记得 我讲的那个台词 嗯 九年以后我们遇到 他还记得 他说那个台词 在他后来 离开剧场的时候 他有 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他不是 什么天主教 基督教 跟宗教无关 他只认那句话 结果他在状态不好 就把他句话拿出来 然后他就把我的 角色的状态拿出来 他思考了一下之后 他后来又冲上来 因为事业 这几年做得很好 我觉得很棒耶 其实我经过很多很多 在剧场界发生 去看了一个 就可能在人生低潮 或是婚姻有问题 或是感情有状况的时候 去看了舞台剧 或者是说 跟家人没办法和解 对 去看了舞台剧之后 就是带走了 那么一两句话 回到人生当中 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就人生就做了一个改变 很妙 因为在 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跟进剧场看舞台剧 有什么不同 我先讲 等一下等一下来讲 有什么不同 这也是我有很深很深的感受 我们今天真的有很多 可以分享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好 今天呢 这个从哥来宣传 果托剧场经典冒险喜剧 叫冒牌天使 其实在今年 在九年之后再度加演 其实在 是不是巡回演出 哪里可以买到票 然后这次有到哪几站演 我们就是台北 高雄台中 分别是在九月底 最后一周 九二九到十月一号 然后十月第二周 十月六号到十月八号 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院 就是市里那个皮蛋豆腐 然后再来就是高雄 卫武营国家歌剧院 在十月底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 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 十一月十八十九号两天 然后可以在 TixFund售票网 或者恰果头剧场 都可以买得到票 台中跟高雄的 你们的场地都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三个剧场都是 卫武营大剧院 这很厉害 漂亮 然后又舒服 台中歌剧院又漂亮到爆 对 然后都是全台湾目前顶级的剧场 对 皮蛋豆腐我就先讲 座位比较挤一点 比较拥挤 对 但也是新的体会 是新的啦 是新的 你也很漂亮 大家可以来 士林夜市吃吃好吃的东西 然后来看戏 或看完戏之后 去逛逛夜市 没有 因为大家会觉得 现在台北演出的场地 就是有一些在整修啊 比如说什么 城市舞台在整修什么的 然后接着国父经理馆 又要关 没错 没错 所以就是台北的朋友 稍微辛苦一些些 但是如果是台中 跟高雄的朋友 这两个场地 都是现在最棒的场地 非常好的享受 没错 好 我们刚刚有聊到说 为什么崇哥跟诚哥 我之前有跟诚哥聊过 想说 舞台剧 明明就是一件 真的很花时间 我常说叫做 前扫世多离家远 你看我们巡回 我们都巡回到 这么遥远的地方 排三五个月 然后就演那么十几场 没错 你前一天 拿到你弄好了台之后 你还要去总彩排什么 之类等等 其实是CP值很低 很低的一个工作 超低 我们演一整档 还不如出去作秀 做一场 真的 一档不如一场 这是真的 那但是为什么 大家比如说 演舞台剧的也好 或者是看舞台剧的也好 都好爱这个地方 我觉得中了 舞台剧的戏癌 就因为我 我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跟观众是 同一个呼吸 然后跟观众是 有某种的契约约定 我买票了 你好好演 不要让我失望 不然我出来 键盘侠 我会干扣你 对 我说谢谢你买票 我会好好演 我会让你满意 不管是笑 或是哭 感动 或者是让你 惊艳惊喜 惊吓都可以 我一定要让你 这样的感受 所以这种契约的 这种关系 当我们完成了 会有一种 彼此的满意感 第二个 我们同时间呼吸 我在逗 可能一抛出来 你就笑了 我有感受到 我会被你刺激 观众一刺激 我又更努力 对 但是那个在电影 电视是感受不到 我们都是拍了 action 几十个镜头 几十场戏 拍完之后才接 对啊 那个我们也看不到 观众的反应 所以了 舞台剧 现场即时即刻 然后观众的哭 抽面子 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没错 我们其实在台上 都听得到 其实观众 也参与了我们的演出 我们这些角色 是活的 我们会感受到 你们在为我们难过 我们自己 我鸡皮疙瘩起来 就是我有几次 那种难过的戏 观众也在帮我们 但我们也在 加强观众的感受 第三个 叫做 3D立体 真实感 我们看电影 是在平面的屏幕上 然后那些人在 哇 在北极 在什么 那个还是有距离感 然后导演的特效镜头 那些会带我们 有参与感 但是不是 我们是另外一种的参与感 是我们曾说 观众是躲在第四面墙 舞台是三面墙 第四面墙 就是让观众来 类似偷窥 你就在这个墙外 两个人在 情侣在房间聊天 你就在这个墙外 听他们怎么聊 这个街道上 你就在对街 就在第四面墙 听他们讲 这种感受是 一般的电影电视的 荧幕达不到的 其实我们每次 都在电台里面 就是我自己也在 演舞台剧 都在宣传舞台剧 我觉得 很多观众 你只要肯愿意 踏进剧场一次 其实很多人 都是因为这样 后来就丢丢 对 你只要愿意 进来看一次 那种感受 就是你选一部 你真的喜欢的题材 比如说你很喜欢 冒牌天使 像这样子有喜剧的题材 你进来看一次 你就会知道 那个在电视跟电影 我当然觉得电视电影 也有很多好看的剧啊 但是跟在舞台剧的感受度 那好难讲 那真的很不一样 对 舞台剧也可以营造出 某些电影电视的特效 没错 没错 但是它更难 对 但是你去想象就是 你知道舞台上都是假的 然后你刚刚还在 跟人家聊天 可是你当 木齐灯亮 音乐一下 要让你这么快的 从台北标音艺术中心大剧院 变成是在那个 欧洲的一个小镇里面的 一个森林里头 对 要怎么样让你 赶快进入状况 那个是导演 那个是整个舞台团队 设计团队的功夫 而且你不觉得舞台剧 很不可思议的点在于 舞台上所有的道具都是假的 对 你看到电影电视 那就是Rio的场景 对 但是就是你 那个黑盒子很酷 Blackbox 你就是会 在那个一个瞬间 然后灯光音效 然后演员 然后你就是真的 完完全全的进入了 快速把你从 那个剧院的现场 带到那个 欧洲的小镇上 没错 而且你 观众你就会仿佛 好像你是站在 那个欧洲小镇里面 那种感觉 我们称Blackbox 就黑盒子 就是剧场 就叫黑盒子 然后整个剧场 就像是一个 会变魔术的黑盒子 对 就你一进来 就参与了整个 剧场魔术师 为你安排的这套秀 我们那时候 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到剧场 为什么不可以 爆米花可乐什么的 然后不要用手机干嘛 而且我 其实每一个 只要进剧场 手机收讯都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设计太棒 对 原因是因为 你在里面 你可以非常专注 那譬如说 120分钟 或150分钟 就是非常专注 在那个戏里面 不被打扰的情况之下 你总是会带走一些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电影 可以吃爆米花 你对最多影响隔壁的人 对 那喊的声音 对 但他对电影院来讲 要给观众是享受嘛 对 声光效果 对 当然有的人看剧情 他是什么都不会吃 也不会看手机 但是你顶多就影响旁边的人 但是看舞台剧 绝对不行 为什么 你会影响到的是 表演者 没错 对 像我们有遇过那种 我们在这边 在舞台上已经在哭了 然后那个拇指要分离 或是那种亲情要撕裂 家庭要破碎的 然后小朋友在 哭啊 在闹 然后 对 我是听说 我忘了 我上次不知道是听曲哥 还是亮哥说 他们说他们去大陆演出 那里面是有开放吃东西 是 他说不如他们在演一个什么 也是那种生死别离 然后他们就是 观众姗姗来时 他在带一碗剉冰 他们在那边 然后就听到冲冰讲 他说 超想骂脏话 我是听过好像在国外 有一个剧场演员 在舞台上演出 对 台下有观众 不知道是小孩还是什么 对 对 直接开码 演员跳出来开码 真的假的 离开角色开码 我是听说 然后还有像在国外有 那个乐团 管弦乐那种指挥 在那个 然后好像是有手机响 然后观众还在讲话 只会直接转身 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来了 我懂 那是超不尊重的啊 我必须讲 有些剧场 它是可以开放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沉浸式剧场 沉浸式剧场 对 有些茶馆 对 有些这个餐厅 那个就是摆明 就是可以吃喝 可以看这个演出单位的公告 那它是摆明可以吃喝的 这没问题 因为它跟表演者的这种 这种表演的专注力 是没有关系 而且给你吃喝 让观众有更大的一种享受的感觉 这个都互利 但是在这种所谓有剧情的故事 还有场馆本身就不能允许你吃 因为它里面都地毯 没错 那不行 那蟑螂 老鼠 蚂蚁一来不行 所以它连饮料都不行 喝水都不行 对 所以它有它的规矩 那就大家抱着一种那种 体会一下不同的层次的感觉 欸我们来这边剧场 然后看看这个故事 然后大家如果听我形容 为什么叫经典冒险戏 对啊为什么叫经典 又冒险 我们两个二百五 越狱不是冒险吗 然后来到一个被 我们又要骗所有的修道院的里面的修士 主教跟神父 欸我只是想问 最后ending 你们有没有被抓回去啊 不能讲 哈哈哈 对我不能剧透 我觉得我刚刚已经剧透挺多的了 我知道你剧透挺多对啊 包括我们后来 包括我们后来都来了啊 对啊 我已经剧透到 我们顺利过关进到修道院里面 已经在里面都当起神父了 但是你们两个是犯了什么罪 就 晨晨是那个诈骗嘛 诈骗到现在也还 他是 但他是诈骗感情 他是被女方告 他 骗财骗色嘛 对啊 啊我是伤害罪啊 那我的伤害罪 以前的那个欧洲那个metoo事件啦 不是 反正我跟你讲 我们两个因为 因为像原本电影没有这个东西啊 对 那我们就是想说要编一个 那诚哥是在剧中是比较风流倜倾的角色 对 所以后来导演就涉及他是 骗财 骗财 骗财骗色 没有骗色 哦没有骗色 他是骗财 但女方是说他骗财 哦 对 那我只是形容他是骗财骗色这样 那 我的伤害罪 也是很荒谬 因为我在告解的时候 我会讲这个事情 我会跟神父谈神 他说你是什么 我当时只是这样 我也没怎样 我就算是 可是后来 我怎么还蛮我受不了 对 对啊 他是他先呛我 就是 当然这个也是后来 我跟导演我们编出来 刘斗斗斗 对 但是观众看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很认真在面对这个事情 好吧 两兄弟都关进去了 然后我们也想说 乖乖的要出狱啊 就诚哥他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诚哥是还有 不知道 两年多才会出来 对 对啊 我们越狱 越狱出来 他说哇靠 我还有两年多 我现在已经自由 我赚到了 我说我都没赚到 怎么了 我说因为我只剩一天 对啊 我现在被招出去 我关一辈子 没错 他说那你干嘛跟出来 我当然要跟出来 我是什么人 我没有在一直在吵 对 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二百五 你不要看说我们两个好像很精明什么 两个就是二百五 对然后那个我们是被我们狱中一个老大 我们越狱是三个人 所以警方整个都在收山 收这个城镇 就抓我们三个人 对 所以他是狱中的老大 叫老K K哥 K哥 那因为我们没有要跟他跑 只是他说 不要动 快快你们两个帮我抓着他 就挟持警察 就整个过程就是一场闹剧 然后我们都不愿意 我们也没有要骗神父 结果我们就 我们是神父 对对对 就来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要干嘛 最后就 就被感动 然后我们就各自找到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活 对 那你等一下最后一段 你来讲讲感动的点 因为我觉得 这一出戏 尤其是你参与的戏 绝对不是只有给大家笑而已 当然 我觉得观众一定会带走一些 人生的启发或是什么 下半场 我其实蛮想要听听你那四分钟的告诫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好 国头剧场的经典冒险喜剧 冒牌天使 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 今天听到崇哥的介绍 可以踊跃的上网买票 我觉得一部好的戏 可以在九年之后又继续加研 除了当然卖成歌 卖崇哥 这两个这么二百五的大咖 你就是平常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 然后现在放在舞台剧上面 就是觉得哇真的离我们好近 那种感受度会完全不一样 还有你在想说 诚哥跟崇哥两个人都平常在电视前面在搞笑 可是问题是你们在舞台剧里面 也就是我有认真 然后让观众感动的地方 这部戏冒牌天使该感动吗 感动哦 到下半场 好了 我在小小剧透 来小小 我在这个一个 我们整个大游行就准备 其实我们是准备要逃走的 对 我们是假神父啊 神父衣服穿的跟真的一样 手上握的圣巾跟真的一样 牵着小朋友 哇塞 道貌岸然 一过桥马上衣服一脱就要 远走天涯了 结果在整个大游行 当然警察也都在监视着嘛 检调收证 有没有 我们平常新闻看到的 然后整个修道院教堂里面 所有的人都动员 整个村子镇上的人都要动员了 好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 结果要出发前 他们就说 那那个 我啦 请我说你跟我们来做个行前的 一个步骤吧 我 我又被推上来 就我上来 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我在那边讲 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 突然就一个灵感 我看着天上 我想想 我之前的伤害罪 我想想我过去 我想想小时候被家暴 对我们剧中有一段是这样 我整个人崩溃 我就 大感动 我突然就讲了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都不是什么圣经 不是宗教的 只是我翻到一句圣经的话 我就从那句话就整个人 讲了一些什么 哎呀 你觉得重要的是什么 是口袋里面的东西 没有 没有 口袋里面的东西 你有再多的钱 等到你走了 你一毛钱都带不走 当然是脑袋 脑袋里面的东西带不走 是什么 是爱 是希望 然后我讲着讲着 就是我原本没想想这些话 但是我讲着讲着被自己感动 感动之后我就崩溃 溃体 然后旁边也有人哭 整个人就说 四分钟 讲完之后 好了 我们可以出动了 可以出发了 我还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大宝还安慰我说 哇靠 你刚刚讲的真好 我还说 没有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讲成这样 感动 就过桥的时候 桥上又发生一件事情 换大宝 大宝整个人大改变 他原本是个懦弱 会害 连自己弟弟都陷害的 然后会自私 贪小便宜的 结果他做了一个大的牺牲 就宁愿死 他也要去做这件事情 感动所有人 对 那后来就是 你去想象一个伤害罪的人 讲一个大道 一段大道理 然后整个人彻头彻尾回改变 然后最后他的身份也改变了 一个自私人 愿意为人家牺牲生命 对 然后一个在接客的女人 她愿意相信爱 她愿意相信希望 然后有得到新的救赎 那个是很感动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啊 我们常常会在听 譬如说成功的人士 然后那些 譬如说钱赚很多 或是很会经营婚姻的 或什么的 听他们在讲 他们人生的道理 然后会觉得说 我们都想学习别人成功之道 才觉得说 哇 这就是成功的道理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这一部冒牌天使里面 我们要听三个 在这个社会里面 被认为是低下阶层的人 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人 当他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某一件事情被改变 然后存有希望的时候 那是一件很感动的事 非常感动 那是身为每一位人类 我们都必须要存有的希望 不要放弃自己 对 然后我还记得 我们有一场戏 两个兄弟突然到天花板上 在屋顶上 就聊 明天我们早上就要逃了 要怎么样怎么样 聊 刚刚还在搞笑 结果一聊到妈妈 我们想念妈妈 妈妈也走了 然后两个人 我们就差不多15秒之内 一聊到妈妈 一聊到小时候家暴 我们两个很自然 就眼泪就流下来 当然我跟诚哥的成长经验 我们没有家暴 我们爸妈都很好 但是当下在那个大宝二宝 那个就突然聊 对 你有沒有想到 对妈妈 对 当以前被把 对 那去看两个逃犯 前面还是觉得 他们都在骗这边 整个修道院的神父 这两个痞子 烂咖 赖子 怎么突然聊到妈妈 真性情 这叫真情真义 所以后来在 接下来 就他们第二天天亮 要参加游行 两个人的大转变 你觉得是合理的 真的有情意 懂 我听你讲了这整齣戏 我会觉得非常好看 好看 又有好笑的 非常好看 又有哭点 又有感动 然后剧情又好玩 就你想不到 对 你都已经讲成这样 还会让我想不到 里面有一些对话 跟我们的铺陈 你会想不到 好来请大家买票 再讲一次 TixFund 售票网或是果头剧场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9月底 然后高雄魏武营 在10月21 22号 然后台中国家歌剧院 在11月18 19号 9月10月11月 分别台北高雄台中 恰果头剧场 没错 请买冒牌天使的票 谢谢丛哥